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快步》 今天六节目日子是2019年11月18日 有我在纽西兰的叶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 台湾许刘山 大家好 节目开之前,刚听就给个like 最好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节目日就通知大家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揚理性的声音 好了,这节我们回来说一些移民的东西 很多人很关心 现在很多香港人想逃离家乡,逃离香港 我们有些网友运了进去那些 怎么说呢 海外香港人的专业那里 专业是心黄那些 心黄那些 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手足 就不断求救向那些海外香港人的page 有些就问,我有哪个国家的PR 不过很久没回过来 我现在想问一下,究竟你现在这个国家的工作 用不容易找呢 我很想离开香港 很难找啊 现在很难找啊 真的很难找啊 现在的工作 就算你有身份 我不知道啦 就是我们这里 澳洲的PR 只有五年了 我没有记错 那你离开了 要续回呢 好像要住回去年份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住得去年份 那 还有呢 你离开了 你是和这里社会脱节 最大件事是 社长你都知道 其实澳洲人呢 如果 你没有澳洲工作经验呢 你做到天花龙凤呢 在外国 即是除了外国人世界 我知道他这么说 很现实 你做到天花龙凤呢 人家都会当你臭死了 是啊 是这样的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 西人看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就是你有香港经验 他就当你没有经验 没有的 这个是现实来的 这个是现实问题 那除非你在大行那里做 即在香港那些大行那里做 都好少少 就是比如你做 原来的职位 和收入 那当然不行啦 没有可能 比如你做四大行 我当会计师的 那跟着 要去 比如外国那样 又在四大行那里做 那你就做回低几级咯 保持一下 这样 没有 那不会 低几级都是顾问 但是人工又低一部分 还要那些客户的东西 不让你看 就是这么简单 好像我们做工程 我也会会 一些 就是叫做 在韩国 日本来的 真的好不幸地 他以前做事 在我们这里 都是做不回他们做的 因为 他觉得你的教育 就是他们 他觉得你的教育 已经像他一等 你不是一个英文世界 接受教育的话 他们都会 难些 我们以前都说过 包括旧堂 我们都说过 不是好像说得 那么容易 是 找份东西做 找份东西做 不是很难 但是你要回到你 现在的高度 是 难些 我不敢说 不可能 但是 因为整套体系 你跟他不相同 还有 说的话 尤其是我们做工程佬 有些东西 他每一句子都听得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骂你们都不知道 哦 哦 这些是习惯的 生活久了 就听得明白 一般都 是吧 不过最惨的情况 就是现在 他们那帮 参加暴动的人 想走去其他国家 其实其他国家 我知道 大部分 绝大部分政府 都在研究如何下集 令到香港人 出国 移民都会越来越难 就是有些国家正在研究究竟要不要取消这个和香港的免签协定 就是有些国家正在想这些东西 嗯 其实 我想 就帮一个朋友做 就是帮他 叫做 叫做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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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地方你不能問,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了邊緣地區的價格十分 現在我們這些邊緣地區應該重新挖過,包括黃金海岸、布里斯貝免旁邊的一個地方叫Logan 現在那些人又堆在那裡,但是一堆完的時候,白人就會不開心的時候 他又是落一層閘,又要投資多少,盤生意多少 就是他想盡辦法令到,可不可以說圍欄,又不是圍欄 他卡住你,提高門鈴,卡住你,都很正常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齣戲叫做《老鼠也移民》 有 其實裡面的老鼠本來就在烏克蘭,那幾隻老鼠移民去美國 那個傳言就是美國這個地方是沒有貓的 所以他們就很嚮往美國這個地方 誰知道去到美國當然不是,都是很多貓,還有老鼠是欺騙其他老鼠 去了血汗工廠做事 其實人移民都是一樣的,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他們現在那些人想的事情是不切實際 不要以為香港你做不成,去到外國會即時做得起 這個很大程度是你心態的問題 有些人做不成是因為本身的心態已經有問題 如果你用同一個心態去另一個地方,你也是做不成的 都是一樣的 不過有一部分人很天真的,他們已經有心理準備 他們已經有心理準備 一定不會像香港賺那麼多的了 但我自己想過一個平靜的生活 沒有那麼多煩擾 希望小朋友可以有個比較美好的環境 居所和讀書的環境 寧願覺得好像找少一部分是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就是要移民 那這類人又怎麼看呢? 我的看法是簡單的 就是有些人他們的心態就正常 有些人的心態就不正常 那就是有很多移民的人 他們就會上香港衰的 很多很黑心,我都不明白 是啊,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是不明白為何要這樣做 但他們就是這樣 明明是聰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真的不敢說 我個人簡單可能思維 現在有很多在外國的香港人 就是香港的移民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支持那些暴徒呢? 其實有個原因的就是 他們覺得香港亂他們有好處 其實很搞笑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到現在都 我是想不通的 有一件事我看到 其實我自己也有加入一些在外國的 所謂的香港人的群組 那些專業 那最近這一年 是多了很多人來問三、問四 就是問長、問短 問一下移民怎樣 問一下平時生活多少錢 就是做很多他們的咨詢 就是自己DIY的來咨詢 就是想問一些免費咨詢 就是我看 如果香港繼續亂下去 某些人是可以從中賺取利益 最簡單的就是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移民中介 是 但是 唉 有些事情說 都很好笑 現在 我聽到有些人說 以前就叫人家 不顧了 那 現在出現了一種的講故 大家明白的 但是 某種情況 你很想移民的時候 人家就會當你咨咨咨咨這樣用的了 就好像我們自由小的那種情況 是吧 之前我們出了一節特比 就是講這些問題 就是這些移民陷阱 他當然跟你說 最初一定是跟你說 你只是幫人按摩而已 或者藏尾肌而已 就是這個家長之印 不過如果要聽那一節聽一聽 其實 其實 為什麼越南人 之前台洋說過 可以批死那個 走路去英國的人 不是走路 說錯了 偷渡去英國 為什麼一看就知道是越南人 其實就是 越南有一個經濟困局 很多人覺得沒有希望 在社會上 那他就會做這些事情 那香港現在有一部分人都是這樣的 他覺得香港的社會沒有希望 那他們就要 就是 嘗試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究竟第一次是做 working holiday 還是overstay 他們 就是他們會有這些想法 就是現在是 沒有辦法 其實是悲哀的 對香港人來說 其實有時候就是 自己挖肉裸蒼山 現在那幫暴徒 其實他挖到香港爛了 你看看今天 尼敦道在旺角那裡的照片 嚇死人 整條尼敦道都挖起了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做路的話 那些網友 你不如加入建造業 好嗎 那些不是網友 sorry 那些是暴徒 我講錯了 那暴徒如果想去 拆磚 挖路 你去打拆磚挖路 那些工 好嗎 那些工都收入都不錯的 我認真 在外國也是 但是 在外國的話 好像有些州 這些很收入的那些 是不讓你學的 很搞笑的 好像 不讓你入行 對 不讓你入行 卡住你 你讀可以讀 沒功請你的 整天都是這樣 我讀都不行 在Tasmania 以前我記得 有幾個 幾年前我現在不知的情況 那些很溫飾的那些 是local only 很多TAFE 我們叫做 TAFE 那些職業訓練 那些技術工人 那些 很多是有PR才可以讀 又是一個死結 因為那些人 學這些就是為了PR 但是你沒有PR 你又不能讀 讀得 是啊 只能夠做一些低技術 譬如油油那些 油油油那些 一般就 最低工資一個小時 但是買出去 就是你老闆 把你每個小時的工錢 賣貴幾倍 賺差價 老闆都是這樣 是 是 油油那些工都賺錢 真的有排 油油那些工都賺很多錢 所以這幫人 想事想得太簡單了吧 你說走就走 是 你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你就是學那些人說 你黑在這 是吧 以前 你黑在這做什麼呢 油仔都建議過 人家黑在外國的 油仔 他都叫人家黑在外國 但是你看病 還有很多事情不行的 去一下大型活動的活動 隨時有警察檢查你的酒精含量的話 那你有什麼出事ID 那你又是心驚膽的 你不是長期躲在家 只可以在家工作 就是不會離開家的工作 是的 要是在工地那裏做什麼 地盤那些黑工 但是現在很難 很難的 除非唐人公司 內地人開的公司 就會有這些情況 他們有些內地人做生意 我不是歧視內地人 不過他們是比較大膽一點 有些事情我們不敢做 他也是會做的 這樣 就是釘牌有些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就不知道 內地其實據我所知 有些韓國人都會這樣 亞洲人都是比較大膽一點 對這些事情 那就有錢賺嘛 不過現在好像在紐西蘭的環境 就是 他們都可以引入中國勞工 即是技術勞工 譬如是建房子的勞工 一般 有正式途徑 他們只是來打工 賺個Visa做一兩年 夠了就要離開了 有這種Visa 這種Visa就方便了些人 就倒截了些人 不用搶黑工 又有便宜的勞工 又有便宜的勞工 又有技術的勞工 但是又不是給他移民的 這類的Visa一般都是給中國人吃光的 現在 給我們的Visa發發 也是窄國Visa 是那些太平洋島人 包括新紀內 還有湯家 那些東家 那些近澳洲的太平洋島國 就有這些 還有匪制的太平洋島人 專有的窄果Visa 好像可以兩年的 窄果Visa 香港人就不能做的了 香港人可以申請 但是做不來 我的經驗就是 見過很多香港人來到之後 都是搞不定的 但一天就已經借光了 體力量很大 因為體能 體力不行 還有 要求太高了 要求 要求很高 還有 就是 比較 不曬得 那個膚色不夠黑 你膚色不夠黑 一曬就會很容易暈 還有很容易燒傷 就算塗太陽油 都是不碰的 所以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這個米奇士那些太平洋島人 是因為他們天生的黑色素 是耐曬一些的 是啊 可以說他們曬習慣 還有在太平洋島序就是 跟香港人不一樣 香港人怎麼說 曬一點點都不行 雅熱大地方 那些男人都是白白正正的 那些男人都是白白正正的 都是 那你體力勞動就做不到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可以做體力勞動 你去做地盤 是不是 就不用去做這些 那現在當然有些地盤佬 就走了去做暴徒 那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現在最硬性的那些人 其實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挑戰我們 就是為什麼你知道 最硬性的人不是學生 我們是知道的 因為其實最硬性的人 是由黃毓民的時候 已經是最激進的人 那時候最激進的人 可能他最初是學生 但是沒有理由跟黃毓民那些人 十幾年或者不斷跟他最激進的組織 跟了十幾年之後他還是學生 沒有可能 他年紀會大 那些人 因為 因為最硬性的人 其實是在社運圈 玩了很久的了 那些勇武所謂勇武的人 根本就 不是現在的大學生來的 就是 有些 當然有些大學生是按摩的 跟著那些 最勇武的人 但是 為什麼抓來抓去都抓不到 最核心的人 就是因為最核心的人 永遠都是時勢不對 就走了去的 那現在你裡面那些人 究竟他們會 用什麼方法走呢 我猜 坑渠 就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他們會嘗試 在坑渠洞裡走了去的 在你現在困在裡面 那些最核心的人 嗯 真的的 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已經想到方法 是用坑渠洞去走 就是已經貼了出來的 他們 就是我們那些情報 告訴他們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做隱者龜 是呀 把他們貼了出來 其實 他們 有些人是不敢的 因為 始終都是害怕的 坑渠洞 你不知道會不會有沼氣 因為沒有那些沼氣計 是呀 但是他們 他們可能不認識的 有些人 是呀 裏面是有做渠的 那些人 就是說 給大家聽 其實 現在在踢爆他們 其實 他們裏面那些人 根本很多 不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知道 他們不是大學生 其實是知道的 因為其實你如果 跟那些人有接觸過 你就會知道 最核心那些人是什麼人 嗯 明白 就是 有些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現在在說 他自己是 就是變了色 就是由黃變藍 那他講的那些 覺得好像很權威 但是有些 就是有些 他講的那些是不盡不實的 因為這些事實 不會說出來的 嗯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現在你們移民政策 有沒有收緊 我們 就是怎麼說呢 他是很聰明的 他那些州份 就會鬆一點 但是聯邦走 真的難度是飛起的 還有現在呢 我們很搞笑 出了總簽 就是出了個加分 以前呢 就是 截圖是好處 有得加分 現在不是 倒轉是單身的 叫做 反正是高分一點 其實 其實就是我朋友說 就是 不鼓勵一對夫妻去移民 他寧願要一些單身的壯丁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 可能是因為他想著 如果你 是有夫妻 就很快就生小孩 吃那些福利 對社會有負擔 對社會有負擔 他們 其實現在 這些政策 讀得很笨招 其實 澳洲和新西蘭這些地方 經濟最繁榮的時候 就是 喝些移民來的時候 那些移民是會帶錢來的嘛 會買房子的嘛 會買車的嘛 基本上 進來所有東西都要重新治過 加一句又要花錢的嘛 全套又要買個新的 其實對整個經濟都有莫大的刺激作用 但是他們不想這些東西 現在其實有一件事是很害怕的 我覺得西方國家就是 你們那些暴徒 口說我們就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實質來移民 我們一定是卡死你的 更加卡得很嚴 他們更少一些大陸人 其實我們都說過 收到的消息其實 香港人反而驗了 讀書也是 香港人是驗了很多的現在 即是有些人 即是連香港人自己都害怕 你都不會把子女在香港的大學讀書 現在很多家長都盡快送他們的子女去外國 因為怕學壞 即是自己的小孩做了暴徒 怎麼可以的 是啊 好啊 今次都差不多了 還要再說一遍 如果你想把小孩帶去外國讀書 最好小時候讓他們去鄉郊的地方 不要去大城市 因為大城市現在都有很多香港人的下一代 而且他們的父母都是支持這些暴徒的 嘩很認真 是很多 其實在外國 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支持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支持這些暴徒 是啊 這個也是 他這個心態是有問題 很多不想香港好 所以才會這樣 即是他覺得我移民 我要證明我移民的抉擇是正確的 因為過去那二十年 我移民的抉擇 是的 移民都做的事情都是不正 即是怎麼說 是輸錢的 基本上 如果他留在香港 那二十年可以賺到很多錢 有些人的心態不明白 那他就 這次香港的抉擇 那他們就說 我要去抉擇 抉擇到死為止 那我之前二十年前做的決定 就變成正確的決定 有這個心態的 很差 真的有這些人的 很威... 即是說真的 這些心態的人不是少的 我看到 尤其是近四五年移民的人 因為近四五年 香港的樓價都升了很多 有些是賣了樓 最好的時光 是的 他覺得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四五年前我已經看到香港會扑街 那我沒理由不踩多腳 現在香港扑街 我都說的了 這次真的 真是扑街了 好 拜拜